云南陆梁盛产马铃薯每年能种三季 眼下正是第一季小春马铃薯的收获期 咱们一起去看看收成怎么样 我现在的位置是取靖市陆梁县普罗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 那么这里的1300亩小春马铃薯已经完全生长成熟 正在最后的收获当中 大家看我身后的田地里面正在进行着积收工作 两台机器搭配着进行往返作业 前面这台机器叫做沙央鸡 它负责打碎长长的马铃薯的结杆 一方面方便之后的翻地收取 另外一方面打碎的结杆直接还田 可以增长土壤的有机制 后面这一台就是马铃薯收获机 简单来说底部两端的钉耙负责除地松土 中间传送带连接的过滤装置 可以快速的分离马铃薯和米土杂草等等 按照以往人工收获的方式呢 五六个人一天才能收获一亩 但是用上这样的一组机器之后 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陆凉线的气候呢比较的温和 常年平均温度啊是保持在十八到二十二度之间 所以经常会提前一计就接到各种各样的马铃薯订单 那当地呢也会根据不同的订单需求 种植上不同品种的马铃薯 像这样的白皮黄心红皮黄心的马铃薯口味比较好 这种呢炸着特别香 那像这样的紫芯的马铃薯呢 富含丰富的花青素营养价值也很高 这样不同的营养元素风味口感功能的马铃薯的种植呢 可以个性化的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